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东莞专家 玩的东西当然有 不过化整为零 打游击战 凡尔赛 太子 全部都没有了 那些是昔日的不夜城 满街满巷都是娇娇妖孽 现在已经不复见了 剩下的是那些风油翠亮 腰身操脏的水泡 哎呀 叛野军 你能不能相信吗? 半野军再追问 深圳又怎样? 一个无恙 陆宫粉袋一早就没有了 小柳不慌不慌地回答 搞到半野军不停摇头 我问那个没有寂静夜色又怎样? 半野军喝一口威士忌 接着舔舔舔的嘴唇 没什么大变动 即是少了中国人 放下酒杯 我们三人行 走到金巴厘岛 上斜路进了乐视佛台 一大堆的酒吧门外 站着一群男女 天气都凉了 那些女士的裙子 只去到膝盖 露出白色的晶型小腿 手夹着一支烟 吞云吐霧 穿过烟霧 我才发觉 酒吧里面凶无一人 站在门口的男女 只是贪这里可以公开吃烟 而不是对酒吧有什么流暖 都是改去另一个地方 不如下到 穿过尼敦道 转过弯入乐道 半野军就问洪顺酒吧 一早关门了 小柳搶着回答 那个妈妈 半野军真的很记得 人面桃花皆去义 我就回答他 只剩下留灵读思念 读苏联汉文的半野军 居然都懂得抛书包 这个日本人 这个时候 半野军唱起清江三内名曲 《长旗勃罗斯》 我和他和唱 越过马路 去到金马铃道 这里昔日有一间韩国酒吧有情 有酒女郎清一色 全部都是韩国女 阿里郎阿里郎 那些女郎就撲到我怀旅了 轻轻地唱 吐出的香气 好像兰花一样 我已经着迷了 但愿我都是你的阿里郎 不知人间何世 其实现在香港 我大陆 都哪里有什么生活 是不是 阿莫公子 你说香港做 有没有意识 你告诉我 那呢 你刚才在那个文章里面 就分享了那个 你和你老友 逛酒吧 那样东西 我又想说一说 你刚才逛的那些酒吧 现在都分分钟都 不知道还存不存在了 因为事源 那时候之前我和你说了 其实整个文化不同了 整个文化不同了 以前那些人 那些鬼佬就喜欢坐巴 因为那些鬼佬坐巴 鬼妹坐巴 引来很多中国人 又要去看看 变得又多了一堆人坐巴 现在你看见 香港的鬼佬 其实现在越来越少 因为各种经济的原因 让人少了 变成文化慢慢退色 我看到之前跟你说过 那个中环 蓝桂坊那些 就是越来越少的酒吧 那连带那个旁边的苏豪区又少了 还有那个之前 都整条街 威廉婆顿年代已经出名的了 那个洛克道 你看见那些酒吧 其实已经是 有些就转了 不是做酒吧 有些是酒吧 但是那个酒吧的形式 又中国化了 总之 总之其实现在那个酒吧 残存 残存下来 就是尖沙咀 你比如说是那个 你刚才说 那个亚士尼道 亚士尼道 保立行 那些更残存一点点 河内道 摩地道 是的 残存下来 但是未来来说 都不是很乐观的 因为中国人喜欢坐巴 是那几个时节而已 就是那个看世界杯啊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那些 特别是有个大电视在那儿 看这些活动 就有机会坐下 他们没有一个人呢 就是好像鬼佬那样 那些鬼佬很过瘾的 他日本人又反而是近似鬼佬 日本人坐酒吧 或者是坐酒馆那个又有个文化 唯独是你广东人中国人 他又未必去 去对这件事 就是我看到现在 去认识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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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男贵方 还要认识鬼妹就会 是的 认识鬼妹就没有鬼妹 现在没有鬼妹了嘛 鬼佬啊 他真的拿着杯酒 大家聊天而已 香港的人呢 就是有机心的 去认识女孩 去聊女孩不同 中西文化不同 人家的酒吧的文化 不是这样 经历于男女交往 就是交際 有时男人跟男人聊 即是一天工作很累了 喝杯酒 大家放松一下 谈一下工作 尤其所得 或者关心一下时事 现在香港没有了 我有些朋友 成世人不看报纸的 你问他妈妈 他都不知道 那我有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人可以这样呢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那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算你什么 你都知道在香港发生什么事 而且何况是男人 你完全不知道 我不是叫你参与 你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世界 还有这种人 我都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暗学公子不是 就算你家里 你都很关心很多东西 好像你刚刚说到 洪金宝先生 你就关心他 是不是 你又关心一下 现在那些巴默 现在香港没有外国人来了 我那个朋友 他什么都不理 我觉得很奇怪 你生存在这个香港社会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能够脱离群脱截的嘛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很少有朋友是这样的 这朋友当中 只有他一个 喂 大哥你刚才说 说开那个酒吧文化 还有一个东西 那些鬼佬看中国人 就很有趣的 因为有个朋友 又喜欢坐巴 他跟我说 喂 你这些中国人很有趣的 下酒吧 他们因为当上班 下去就很有趣的 是叫一杯啤酒 那杯啤酒就喝一整晚了 就是那杯来的了 但是那些中国人 就不是的 一来到来 尤其是他看到我 不要说那么多 先弄一瓶红酒 是叫开一瓶红酒 哇 很豪的 就是他们觉得 喂 你们中国人这么奇怪 就是下巴好像很大件事 还有那些花钱 花得这么有趣的 就是他们真的不是 那杯啤酒 那杯啤酒就喝一整晚了 我们香港人 不知道莫公子 有没有这样的心态 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只是下来喝杯啤酒 我坐一整晚 很不好意思 你明白吗 很不好意思 怎样可以这样 其实 外国人的那种文化 有些我是赞成 有些我是反对 人人可以 我这家巴就倒闹了 喝一杯坐一整晚 对不对 我觉得很自私 我不是叫你红酒 只是喝两三杯 你喝一杯 但是外国人是这样的 外国人好估 很多人不明白 你知道吗 不是 你可能外国 香港那些租金贵 你这么搞 我倒闹了 我只是说给那些日本朋友听 他说为什么 我说大哥 你知不知道这里租金多贵 南贵方 你来 喝杯啤酒 喂 我不用做生意 我怎么维持 那些地方让你们 keep on talking 对不对 这样在国外国可能行 因为我还没在英国 美国住过 我不知道 我不敢批评 但是以香港来说真的行不通 你喝一杯啤酒坐一整晚 老板 希望你下次不要 日本人去酒吧 他是砍酒 还是喝一杯小酌 他呢 不会啊 日本人呢 有些是瓶饮 以后三邦作递 即是说呢 喂 清酒来三醉 即是小小瓶那些 你知道啦 哪有没有一瓶的 大哥 还没见过 那些鬼佬呢 其实很寒酥 很孤寒 那些人不明白 你说那些鬼佬很大方 那些鬼佬呢 就很懂计数 你想一下啦 你日Sunset 泰洋洋沙 你进来喝 我欢迎 你喝一杯啤酒坐一整晚 人人像你这样 我怎样交租呢 大哥 对不对啊 是不是这样的 不值得提倡我这个文化 我喝三杯 都不是很过分 是不是 一杯坐一整晚 即是日本人会便宜酒的 很多人以为鬼佬好 尤其是上海女人 现在都不要了 那歪啊 不要搞了 为什么 他以为洋人 很厉害 其实不是 十个九个 很面目的 很孤寒